好,讓我們歡迎子氣 好,那這個是叫做 Chaos Communication Congress 的一個大會 那我在這邊想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會去 還有為什麼會想要來這邊講 當然,這次起來要先跟大家講什麼是 什麼是 Chaos Communication Congress Chaos Communication Congress 最早是在 它是最重要是34C3 它的簡寫是CCC 所以後面那個C3就是 Chaos Communication Congress 那34的意思是它是第三個世界 也就是它已經辦了34年了 30年很久嘛 那最早它其實是 CC還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 Chaos Communication Congress 一個是它的這個Cloud的文章 叫做 Chaos Communication Cloud 好,大概就這樣 那 它是一個德國 在德國非常大的Hiker的年會 它真的很大 它現在今年有15000人 光這個會議有15000人 然後持續4天 那它的位置是在一個Congress Center 德國在很多城市都有Congress Center 那它的大小大概是 呃...我也難形容 大概是...可能有10個那個... 那個...收益管很大這樣 那...就真的很大 那2vote就是今年的Moto 那2vote就是今年的Moto 每年都會有... 每年這個Congress都會有很多Moto 那2vote這個Moto 那2vote這個Moto 是在講說... 它直接翻譯過來就是Do Something 那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方言 呃... 這個東西是在1981年的時候 這個Club 他們就... 有人... 這算是一個Club的起點 他們寫出了一個... 2vote.txt 那... 呃... 在網上傳送 那跟大家說 我們要在1981年的12月M 之後 在柏林的地方見面 我們要討論一下 到底要怎麼 去對抗現在的政府 他們想要用電腦 他們想要用集中化的方式來管理人民 他們... 現在有很多大公司 然後被這個... 資本主義入侵 這個社會 我們要怎麼去反抗它 那... 過了... 這麼久 1981到2017 過了這麼久 他們發現 現在這個問題又來了 那... 因為... 因為今年德國 只要是今年好了 這兩年... 這幾年德國 呃... 可能大家... 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說 不管是美國還是德國 這些我們以前覺得 很自由民主的社會呢 現在出現了很多 呃... 很激進的聲音 像德國可能會... 最後大家可以跟大家講 就是我覺得裡面的人的... 呃... 政治的立場還蠻有趣的 好... 這就是為什麼我想要來這邊分享 這件事就是... 我覺得... 第一個是我覺得... 它跟GV關心的事情很類似 再來是... 他們做的事情又不太一樣 他們做事的方法也好 他們思考的方法也好 似乎跟... 我在GV會看到的事情不太一樣 然後再來它真的蠻酷的 OK 那... 它主要這個活動 主要分幾個... 幾個... 可能跟很多大會一樣 分成幾個部分 第一個最常見的就是... 呃... 一般見到一層 他們叫Lectures 那... 再來是Assemblies 我們可能會叫它... 社群攤位 或者是... 社群的慾會 那Assembly基本上就是 只要人區在一起是Assembly 所以呢... 你可以是一個NGO 然後說我想要來這邊辦個Assembly 他們要... 要成為一個Assembly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你去Wiki上... 寫上你的Assembly名詞 就好了 那... 那就會有人跟你說... 欸... 那邊有個位子你去用吧這樣 呃... 我覺得... 這個Congress很有趣的方式 他們辦的方式啊 是很... 分散式的 他們是很自動... 自發的 就是... 他們其實沒有什麼中心可言 雖然他們有Club 但是... 這個Club也沒有做... 真的有很多事 可能就是價格網站 然後賣票 然後幫大家借場地這樣 那... 呃... 然後唯一花到的錢 大概也就是場地 因為裡面看到的所有東西 全部都是那些人自己帶來的 我等一下會給大家看一下照片 呃... 所以... 所以就是... 那Assembly呢 裡面就有很多東西啊 有可能有一個很巨大的NGO 有一兩百個人 然後佔了... 呃... 好幾十坪的... 空間 但是也有這個... 可能就是有人拿一張桌子 然後... 像我去... 我去一個... 我最近有一個 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Assembly 然後我去看一下好了 然後... 我又看到一個桌子上面 掛著一個... Haskill的Logo 然後... 旁邊... 上面有很多人 我就坐下來了 然後我說... 欸... 你知道這邊有一個 Functional Language的Assembly嗎? 嗯... 我不知道啊... 那個人好像... 所以那些人其實本來也都不認識 但是... 但是... 總之就是Assembly就是這樣 那... 還有很多有趣的東西 像是... 我忘了有沒有時間講 那個... 像是它有Kidspace 就是... 他們... 很多... 非常多小孩 真的很多 呃... 那... 就是說會有球池啊... 很大的球池啊... 然後會有... 玩具車啊... 雖然最後都是大人在玩 對... 啊... 然後這個... 這個活動很有趣的是 它是20小時的 它的... 它的活動非常歐洲人 就是... 呃... 他們的議程最早是11... 早上11點半開始 然後最晚是... 晚上1點 欸... 2點也有這樣子 就是到凌晨2點都還有議程 所以你20小時可以待會場裡 然後... 會眾呢有很多 各行那個都有嘛 所以... 所以有很多Bartender 或是有很多... DJ 沒有很多啦... 但是就是有一些 然後晚上就會自動冒出... 呃... 酒吧跟夜店 然後就會有人在... 就有很多人在那邊跳舞 然後... 是很多 因為... 大概有... 我記得吧大概有... 四五個吧... 夜店應該有三個左右 然後都在不同地方 反正... 反正那個場地真的太大了 所以... 所以也不會干擾 那... 還有就是它Wiki很有趣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會有很多... 就你想上面加什麼 加什麼啦... 所以例如會有... 會有這個... Wiki上面會有這個交友區 就是說... 呃... 交友區 就是... 呃...什麼... 會有什麼... 就是... 如果你想要找一些... 呃... 你想要... 或是你想要認識新朋友 或是你想要... 找這個... 這個... 可能的伴侶 都可以在那邊登記 都會有這個... 那... 例如還會有... 還會有什麼... 如果你想要在會場裡找大麻 就是... 也會... 你可以上去登記一下 然後可能就會有人聯絡你這樣子 對... 呃... 那...我這邊講的是... 他們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 很多人可能都... 在我們台灣... 台灣的... 一些大會也會有很多這種議題 像是... 做... 呃... open source啊... 做加密啊... 做... 去重新化 然後會有很多 compute science 的議題 跟... 呃... 資訊安全和人權的議題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他們... 基本上... 雖然看起來... 講的議題都是非常技術 非常的... 硬 但是... 呃... 我覺得他們每一個技術議題背後呢 都有一個很... 很... 非常... 強烈的... 呃... 駭客道德跟... 就是他們的... 算是他們... 像是... 一些道德的... 理念在背後 呃... 這是我... 我覺得... 這是在我... 我覺得在這個會場裡面最常見到的是 我先... 我講... 我用session 來... 稍微說明一下為什麼會這樣覺得 就是... 呃... 他們Assembly有Session 那... Session是... 就是有點像我們的Arcounstance像 就是自主舉辦 你只要說... 欸我這邊有活動 你就去為以上等級 這樣就好了 那他們總共的Assembly數... 呃... 大概有350場左右 呃... 非常的多 那... 裡面大概有一半都是在講... 都是在講... 無政府主義啊... 在講... 社會主義啊... 然後在講這個... 加密跟... 去中心化的系統 怎麼設計 那... 他們的... 他們最後可以幹嘛 這樣子 像我去... 我有去這個... 我等一下再講好了 喔對... 就是... 呃... 他的Talks的質量... 非常高 然後Session呢... 都一些... 也是一些很... 我覺得很神奇的Session 就是... 好... 我先講一下Talk好了 那我去聽的可能有... 像Snowden... 大家知道Snowden啊... 那... 呃... 這次有Snowden的... 律師來... 那... 呃... Snowden本人也有Live 就是...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螢幕上有一個大大的Snowden這樣子 然後... 他們就遠端的跟大家講說 OK... 現在Snowden的難民 就是當初在2013年 Snowden逃到香港的時候呢 呃... 有很多難民在幫忙Snowden 這大家可能知道 那... 這些難民呢... 現在被... 遭受到各個政府的打壓 各個政府 就是包含... 香港 包含他們來這個地方 菲律賓 然後... 斯伊蘭卡 那... 那... 這個人權律師就... 來這邊跟大家說 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那... 大家可以怎麼幫助他們 我們要怎麼樣 raise awareness 就是... 讓大家注意到這件事 OK... 呃... PC Vogue 是一個很有趣的... 東西... PC Vogue 是德國的機票系統 這... 後面就是一些有趣的東西 就是... PC Vogue... 德國大選有一個電子的機票系統 然後... 那裡面全部都是動 那政府的... 就有人覺得... 政府單位... 因為政府單位有人覺得... 他們外報出去之後發現... 好像有支援安全問題 就把他送到CC的... 那個club的一些人手裡 然後呢... 他們就打開來看一下 欸... 全部都是動 但他怎麼修就修不好 他其實... 其實我覺得蠻有台灣風格的 就是蠻... 蠻親切的... 跟我經驗蠻像的 就是... 你...他們會可能會... 你就送一堆修好的東西過去 然後對方就說... 欸...好...我們修修看 然後他們就送一個... 他們說修好的東西回來 然後發現什麼都沒有修這樣 就是... 非常多動 然後到德國大選結束之後 都沒有修好 那... 所以德國大選結束蠻危險的 不過... 他只是用來... 現在只是用來機靠而已 但是他... 竟然他們就說... 欸...竟然有國會議員說 以後要... 全面電子化 他們覺得完蛋了 那... 再來就是... 有一個... 很神秘的人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他每年都可以去... 北韓 然後帶來一些北韓的... 一般人看起來拿賣到的東西 例如他去年拿到了... RedStarOS 那大家... 就是... 他是一個北韓自己做的... 作業系統 那... 北韓人如果想用電腦 雖然幾乎擁抱電腦 但是北韓人如果想用電腦 就一定得用... 那個東西上網 所以他們就... 不知道... 不知道去哪裡生出了這個OS 他跟他說... 欸... 你可以問我任何問題 那你就是可以問我啊 我怎麼拿到的 好... 那... 他們就拿到這個作業系統 然後去研究一下說... 北韓到底在作業系統做了什麼事 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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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那今年的話他是... 他是... 不知道為什麼生出了一些... 呃... 觀光... 呃... 就是... 在北韓買得到的電子產品 雖然一般人買不到電子產品 但是他們可能... 有賣給一些... 呃... 特別的北韓人 特別有權利的北韓人 他們就可以買到什麼... 呃... Android 4.4的手機啊 然後... 就... 一樣是自己做的 裡面的東西都是自己做的 就蠻酷的 那... Session的話... 我有去的Session是...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大概315場裡面的Session裡面呢 有幾乎... 我數一下應該有5分之以上呢 在講加密跟... 呃... 呃... 加密貨幣 還有... 呃... Dissensualized Network 然後再講... 呃... 好... 我覺得... 我覺得最難... 最難得就是...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多... 無政府主義者 待在同個地方 我去問... 我去問10個 也有10個是無政府主義者 然後... 然後他們會跟你... 他們會跟我說... 他們我在討論的時候會說... 欸... 德國現在也對法西斯上台了 我們該怎麼辦 就是... 好... OK... 那... 我覺得很有趣... 這就是我覺得... 我剛剛講到的這邊 我覺得... 雖然... 雖然呢... 大家可能會在乎說... 好... 我們要怎麼用技術去改變這個社會 然後去... 呃... 我們會知道什麼樣的問題要怎麼解決 那... 只是我們解決方式不太一樣 可能在GNV的時候 我常看到大家很多做很多... Application應用 但... CC有可能會說... 呃... 我們去做... 怎麼設計一個... Trusted System Trusted就是... 讓大家不需要去相信一個... 專家權威 然後怎麼用展現的技術 例如... 我們選擇你的model 要怎麼... 呃... reverse engineer 那...或者是... 呃... 量子電腦 要怎麼破解我們加密軟體 然後對我們的人群有什麼影響 等等 OK... 好... 這是一些... 背後的東西 那... 我可以讓... 我可以讓... Rolf 來講一下 對... 就是... relatable 對... 那這個就是... Rolf 是他剛好... 我們就開這個... 石木手環 就相認 對... 對... 就是這個手環是什麼呢 就是德國很多活動呢 他會在... 假設餐廳活動好了 他就在第一天的時候 給你這個手環 然後因為他鐵把它夾起來 所以他就會很難拔開 他就很難拔開 所以... 所以... 對... 然後他可以... 他可以沖水啊幹嘛的 所以你就... 三四天你就要代替他 這樣... 雖然我這個其實拿下 因為他其實沒有口氣 好...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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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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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Enemy那個會對 本・自cream 我放了我的最愛的題材 我找到一個短片的題材 我找到一個短片的題材 所以我只是想說 有這兩個題材 這兩個題材 這就是 的開放和開放的 所以他們也有 直播放在英文 所以你可以聽到英文 這就是開放和開放 然後他們討論一下 他們討論一下歷史 然後他們討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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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們全都很棒 這個題材是很棒 這是《Internet in Cuba》 所以他們討論一個故事 他們討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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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Cuba 是一種類似的 LAN network 因為 它們討論一下 他們討論一下 所以他們討論一下 有些人討論一下 他們討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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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些 我放在英文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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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討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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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討論整 他們討論一下 甚至 那是十分厉害的抑制 人们在这个中间的住审 所以这些人还做了一种新闻电视台 他们在这是每个人的电视台 他们在自己的全力 他们在自己的电视台 他们在市场里 他们有小小的电视台 全面的地位 他们在那个新闻的电视台 他们在自己的电视台 他们在这里封面的对抗 和计划的特别的事 而且是很酷的,很興奮,很興奮 這就是我可以分享,謝謝 其實都是我自己,我自己想像出來了 好,非常感謝子希哥,來自德國